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大家还记得一个圈怎么转 另外一个圈怎么转 这边是家庭 然后这边是企业 两个市场在这里 另外一个模型是生产可能性边界 生产不是随便生产特别多 它是有这么一个权衡取舍 要么生产多特别多电脑 要么生产多特别多其他的东西 不可能两个都无限的生产 那么第三点我们还讲到了比较优势和贸易 两个国家如果它有比较优势 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更适合生产某种产品的话 可能它在产量上都略于对方 就是它没有绝对优势 但只要有比较优势 它就可以通过贸易改善自己的处境 这一讲我们是要讲市场如何运行 包括供给需求 弹性 还有政府政策如何分析这些 第二节我们分成为三个小节 第一个是供给需求它这个市场力量 第二个是弹性及其应用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看看供给需求 还有政府的政策 他们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的 首先我们来聊聊供给需求的市场力量 这个市场其实就是一群买和卖的群体 他们在这里面来会交互 买卖东西 这么一种状况 当然不完全是一种买和卖 它可能和时候可能也就是一种接触 那么我们这里面讨论的市场是竞争的市场 竞争的市场什么是竞争呢 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有特别多的买者和卖者 数量特别大 第二个就是每一个买者的卖者 他对这个价格的影响都特别小 反正我们有比如说很多地方都产大米 每一个农场 他对于这个大米的价格影响很小 有一个农场可能说特别帅 炫酷我要提价 结果发现大家都不买他的大米了 对吧 都买其他的大米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他自己提价的行为 不能影响整个这个大米行业 这个行情 那么买者也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我非说好 我呢我要降低我的买价 别人出一块我出五毛 结果发现我什么也买不到 对吧 因为市场价格可能就在一块着 那其他同学呢 都买了卖者呢 也就能卖给那些出价更高的同学 不卖给我 所以我呢 对这个市场价格影响呢 也非常的异入 这就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 那在我们这个找工作当中呢 我们也会发现啊 这个市场也是非常常见的 比如说大家很多同学会说 我找工作的时候是海头和海面的 什么叫海头呢 海头的意思就是 我投了各种各样的公司 拿金融行业来说 我投了一个证券公司 我投了一个银行 保险公司 研究院啊 大学啊 等等 一大堆 还有什么各种团体啊 什么机关啊 全都投一遍 这个呢 就是一种海头 你会发现它各个单位都有 好像这个 呃 大家需要的东西呢 也很同质 都是品德优良啊 呃 可能人品端正啊 反正等等 哎 一系列 工作有一些能力哈 可能某些学校的专业要对口 你发现它的要求呢 也都差不多 所以大家呢 有这种海头的情况 那第二个就是海面 就你看一个单位哈 它这筛简历 好像也筛得非常非常随意 哎 大家呼呼呼 一次面试好多人来 哎 这个挺有意思的 大家一天可能面好多好多人 每个人时间也不多 可能还是群面啊 几个面试官 一下面好多人 这种情况 这个呢 就特别像一个竞争性市场 呃 每个人呢 你这个 大家有很多买者 一个单位呢 招好多的人 一个人呢 招好多单位 然后他互相在这个 劳动力的市场里吧 互相寻找到对方 哎 这么大概是一种 这个群体 那为什么 它是一种竞争性的市场 我们请比较 下比较多市场 第一个是所谓诺奖 就是说这人呢 是诺奖得主 他怎么找工作 我们看他这个诺奖得主 就会比较厉害啊 他就不用海头了 对吧 因为他是非常有名的呀 他 他很厉害 他在他这个领域 是专家权威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他和这个曲面啊 这种情况下不讲 你曲面的这些同学 怎么跟这个大家谈工资啊 对吧 这个企业呢 肯定不跟你谈 你不愿意来 我有好多人愿意来 但是呢 这个一个小同学呢 也灭了好多工作 有好多offer 对吧 这个单位工资才去 我不去 我去那个高的 那这种的话 就是竞争性比较强 那诺奖就不是啊 你跟诺奖谈 你来这工作 那这个诺奖 他就有比较强的溢价权 因为他很独特嘛 对吧 这个单位 可能除了这个诺奖 你找不到其他的 干这个的诺奖了 所以的话 你看诺奖找工作 就跟这个海童海面同学不一样 另外一种 叫什么拼爹的 拼爹和诺奖 和海童海面又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看 他呢 没有诺奖那么厉害 对吧 一言九鼎啊 这个说一不二 但他比海童海面 好像又 又有点优势啊 就他在这个小领域里啊 还有一点优势 可能呢 这个岗位呢 有好多人投 他呢 这个因为有一些关系 他可能有点优势 但有关系呢 也不只是他一个 可能好几个人有关系 那这个市场的话 我们看跟诺奖的市场 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看这个市场 也不光是纯粹这种竞争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形式 以后我们会讲到 有一种呢 就叫做垄断 对吧 还有一种呢 像寡头啊 垄断竞争啊 之后呢 我们就会讲到 下面我们来看看 这个需求啊 需求量啊 这些 所以需求量呢 就是这个愿意啊 且能够购买的量 就是说这个大家呢 愿意花一些钱呢 我们这举的是包子的例子 你猜 这个人呢 他在三块钱的时候 可能觉得就不愿意买包子 更多的话 一个也不用买 他可能随着价格的降低 他愿意吃的包子就越来越多 但他可能也有一个极限吧 他不可能说 这包子白送的时候 他还吃啊 200个包子可能不会 他就愿意吃4个 那我们可以看 这就引出了这个需求定理啊 就是你在价格上升的时候 你的需求会减少 但是我们还可以看 这个个人呢 可能他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 像这个人吧 他可能不要钱的时候 他愿意吃4个包 那这个人可能愿意吃7个 对吧 那在1块5的时候 他可能吃2个 他吃3个半 那么在市场这个需求呢 我们说他是这个个人需求的总和 也就是说 这个人呢 白送的时候呢 吃4个包子 这个人白送的时候 吃7个包子 那可能他们俩加一块呢 白送的时候吃11个 那如果是1块5呢 这加起来的话 这2加上3.5嘛 对吧 就是5.5个包子 他大概就是形容这么一个情况 刚才呢 我们来看到了这个需求曲线啊 他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一次呢 我们来再看看这个需求曲线啊 他是移动的 他可能呢 哎 往这边移动 往那边移动 那他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看 假设一开始呢 我们这个需求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这个价格水平呢 需求比较少 降价了之后 需求比较多 哎 这曲线呢 是这么一个方向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 他这个需求呢 会往这边移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同样的价格的时候 我们看他这个需求啊 就量少了 以前呢 在这个位置 现在呢 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说 这个曲线 如果往这边移动的话 他整体上 在每一个价格呢 他这个量呢 都少了 或者说 他这个移动的话 我们可以看 他其实斜率可能没变化 但是他位置会变化 就是往这个里侧移了 那如果需求增加的话呢 就是相反了 在同样价格的时候呢 哎 我们看他这个量呢 从这个地方啊 那也变成这儿了 数量增加了 这个曲线的向外移动了 我们说的 这个需求的就增加了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需求曲线移动 那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价格如何变化的话 这个量也会动 但是这个情况下呢 相当于是 这个沿着这个曲线移动 也就是说 这个价格呢 上升 哎 我这量的从这儿呢 移动到这儿 但是这个曲线呢 其实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我们要区分这个点动啊 和线动 这种情况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线动 那如果你沿着这个曲线动呢 就是点动 一般来说 点动呢 都是因为价格变化 而引起的数量变化 那线动呢 就说明是价格以外的 某种因素 在影响 那有哪些因素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呢 是所谓这个收入 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们说收入增加了 工资多了 我可能就会对一些产品呢 有更多的需求 一个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出租车 特别高工资的人呢 他可能觉得打车不是事儿啊 很便宜啊 他打车呢 就会多 那我们会看还有一种产品 很有意思啊 是公交 公交很可能是那种 收入增加了之后呢 哎 他这个需求还减少了 这么一种产品 他可能大家有了钱之后 都去做出租车了 没人做公交了 反而呢 大家这个工资呢 要是少了之后呢 做不起出租车了 大家就反而去做公交了 那我们看这两种商品呢 它其实就是不一样的 公交呢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管它叫列斗商品 就是说收入 随着收入增加 它的需求反而减少了 这么一种产品 那出租车呢 就是正常产品啊 收入增加 需求呢 也增加 第二个呢 我们说看这个相关产品的价格 这小米和壳呢 不是吃的那个米啊 小米当然没有壳了 对吧 这里呢指的是手机 说这个小米手机的这个价格 如果要是这个上涨的话 那么可能大家觉得 买iPhone的话 没有那么贵了 iPhone价格不变 小米手机上涨 以前可能愿意买小米的人 现在觉得买iPhone也不错 那他可能就愿意去买iPhone了 那这壳呢 跟小米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 大家如果 如果这个小米降价了 它以前呢 可能其实本来也不贵了 对吧 比如说小米 什么红米的嘛 599 你降降低了之后 大家买小米的人多了 那反而就有了对壳的需求 也就是说 这小米的价格降了 这壳的数量增加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 这个iPhone手机 和这个壳的话 对于这个小米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小米 降价的话 iPhone呢 可能显得特别贵 大家都买小米 但小米降价的话呢 这个壳呢 它的 需求增加了 也就是说 iPhone跟壳呢 对于小米来说 它的变动是不一样的 那前者呢 我们说 它们是一种替代关系 也就是说 它降价呢 我更愿意买它 我就不愿意买它 它们俩互相是替代 那小米和壳呢 它的之间呢 就是这个互补的关系 也就是说 对小米的需求 增加了之后呢 也会增加对壳的需求 所以我们可以看 这个相关的价格啊 也是对这个物品本身啊 它是有这个关系的 第三点呢 是所谓嗜好 这比如说 我们知道 很多人是苹果手机的 这个铁杆粉 只要苹果出了手机 它就买 那这种东西 我们说可能跟价格啊 没什么关系 它就是愿意买 这种呢 就是所谓嗜好 那第四种呢 是预期 比如说我预计 小米要出6了 那它可能5S5 会降价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如果想买它的5S的话 我可能就说 现在先不买啊 我们过一段 那在这个时期的话呢 它的需求呢 当然就变小 第五点呢 就是所谓买者的数量 买者的数量呢 我这里的举的是一个 所谓单双号的例子 大家可以想啊 比如说这个出租车呢 正常的跑着 大家呢 没有单双号的限制 其他的人呢 该开车上班呢 开车上班 假设有一天突然 哎 政府说了 今天开始单双号 单号的车呢 全都不能上路 双号的上路 那那些单号的人怎么办呢 哎 他们就会 有一些人呢 可能就去会打车 也就是说这个买者的数量 由于单双号呢 对于这个出租车的服务啊 它这个买者数量就增加了 哎那它当然需求呢 就增加了 所以呢 我们看书上大概有了 这几种啊 五种啊 影响需求曲线移动的 这种因素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供给量 供给量呢 跟需求是相对了 它是这个愿意的 企业能够出售的量 同时呢 我们也有这个供给定理 也就是说价格上升呢 供给回增加 哎 价格便宜的时候呢 可能大家觉得这事呢 干他不知道 哎 价格一上升呢 大家觉得哎 就纷纷有利可图啊 就进入这个市场去生产 我们看可能价格上升的 供给就会增加 而市场供给呢 也是个人供给之合 这还是包子 只会从消费者呢 变成生产者 那就这个人呢 在三元的时候 可能生产4个 他呢 三元的时候 可能生产7个 那么他们两个加一块呢 如果这个市场包子 价格是3块的话 他们两个一人生产4个 一人生产7个 这最后是一个包子 还是可以这么加总 攻击曲线呢 也会移动的 这呢 其实应该有一个 的移动啊 攻击曲线的移动 它跟刚才我们说的 需求曲线呢 相类似 它在攻击曲线呢 可能一开始呢 是这样的 价格越高呢 这个数量呢 攻击的也就越多 可能出于某种因素呢 我们可以看在 同样的价格的时候 它这个数量的减少 比如说我们看 价格在这呢 一开始攻击了很多 数量在这 出现一个事情 这个攻击的减少了 就变成这么多了 那么看这个攻击曲线呢 等于说就向左移动了 同时呢 我们可以说一个价格呢 它可能在这个时候呢 它数量是这么多 如果这个攻击曲线呢 向右移动 这个攻击增加 那么呢 它这个数量呢 也会增加 可能从这个地方呢 哎 增加到了这里 所以我们说 这个攻击曲线呢 向右移动 也攻击增加 那同时呢 我们也会区分 这个点动和线动了 如果是价格变动的话 它会沿着这个曲线移动 对吧 价格上涨呢 哎 这个数量呢 沿着这个曲线呢 也增加 那有的时候 它是线在动 就是它整个曲线呢 由于价格以外的原因 它呢 产生了变动 那么这里呢 我们看作者呢 也大概列出了 这个五种原因 首先呢 是这个投入品的加合 假设说 大家坐公交 打车 那如果这个汽油价格 突然涨得特别多 那么这个车价呢 它就在同样的价格下 我们可以看 它这个可能供给的就少了 因为或者说 在同样的数量下 它的价格就高了 因为你要跑同样的远的距离 你肯定要收大家更多的钱 那这种情况下 在这个攻击曲线呢 就会变动 其实司机呢 它会有什么新的情况 它自己的价格可能还是那样 但是由于投入品的价格变化 那你这个供给呢 同样数量下 它价格呢 就升高了 第二呢 就是所谓技术啊 假设说 大家以前啊 这个大家都凭经验 在开车找活拉活 突然呢 有一个公司 我就不说了啊 它开发了这种网络的 这个地图功能 可以显示路况信息 我还记得 以前的时候路况信息 都是一帮老太太啊 老大爷退休在家 有时间 然后经常从外边 从窗户往外看一眼 这个地方堵车了 打电话 到那个1039是吧 哪哪哪发生拥堵 哪哪哪发生 拥堵 大家都抱着一个广播 然后在那听 然后限限去躲避 这些拥堵 那现在它这些路况信息 可以做成实时的了 大家可以提前避开 这种堵车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看 它这个供给呢 就可以增加 以前的跑 同样的时间 基本都堵在那了 现在都绕开了 就可以接更多的客人 那这个同样的价格下 这个数量呢 可能就增加了 第三个呢 就是所谓嗜好 那这个也不难理解啊 如果有些人呢 比如说志愿者 他突然的特别对这个事情有兴趣 他很愿来开出租的话 那在同样价格下 我们说这个数量呢 可能也会增加 或者说 同样这个价格的时候呢 对数量增加 同样数量的时候呢 价格也会降低 他们其实就很愿意做这件事情 可能都是无偿的 对吧 所以的话 它会有一些变化 第四个呢 是所谓预期 那如果预期 我要涨价的话 我可能现在就不供给啊 我等到时候 那个时候 我再供给 其实就更划算 那这个时候 也会影响当期的 这个供给的水平 最后呢 当然就是卖者的数量啊 比如说现在呢 出租车公司呢 可能出租车的数量 是一定的 那如果有很多个体车 都进来的话 也被允许开出租的话 那出租车一下就多了 那么的话 等于供给呢 也会增加 所以这个呢 基本是五种 这个会影响供给曲线 它的位置的 这么几种因素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 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 放在一起看的话 会产生什么情况呢 其实我们就会看 这就是一个市场 它会有一个价格 它呢会有一个数量 那么在这个点 也就是焦点呢 我们管这个地方 叫做一个均衡点 这个市场呢 处于一个均衡的状态 那为什么说 它叫均衡的状态呢 也就是说 供给恰好 在这里等于需求 如果它这个价格 不处于一个均衡的状态 或者数量不处于一个均衡的状态 会产生什么情况呢 会产生下面两种情况 就是过剩和短缺 所谓过剩呢 就是这个供给也大于需求 那为什么供给会大于需求呢 原因很有可能 是因为价格在这里 比这个均衡的这个价格要高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发现 供给者呢 产了很多东西 但是消费者很少 这样的话 大家就有这个降价的动力啊 把价格呢 往下降 随着价格下降呢 哎 消费者呢 增加 最后达到这么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 这个供给者 供给的这些东西呢 都被消费者消费了 就不会再有这个 更多的产品产出来了 那么市场呢 就会自动的回到均衡 那如果是短缺的话 会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时候需求很大呀 生产很少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个市场的这个生产者呢 就会有激励 哎 去产生这些需求 就去满足这些需求 那么有些人呢 他就会出现 价格上涨之后 他就买不起这些东西了 所以需求呢 也会少 价格上涨当中的 供给者会多 价格上涨当中的 需求者会少 哎 这个需求量减少 供给量增加 最后到了这个均衡的情况 就是说短缺呢 也被消除了 刚才这两个过程呢 合起来呢 其实反映了 所谓的供求定理 供求定理呢 他包括两点 第一个呢 就是他这个价格啊 他会自发的调整 就是如果我不在 这个均衡的价格 我比他高啊 我比他低啊 他会自发的调整到 一个均衡的价格 另外呢 他认为 过剩和短缺呢 都是暂时的 无论什么时候 可能突然出现 我过剩了之后呢 哎 我会通过价格调整 哎 回到均衡 或者说我在短缺的时候呢 供给会上来啊 需求会减少 哎 我会回到这个均衡 总的来说 这就是我们说 这个市场的力量 会调节 这个供给量 和需求量 使得这个价格呢 来波动 最后达到一个均衡 那么如何分析 一个均衡的变动呢 我们呢 这里呢 提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有三步 第一步呢 就是我们要看 这个需求曲线 需求曲线 和供给曲线 它是否发生了移动 第二呢 就是要判断 哎 这个需求呢 它是增加了 哎 减少了 供给呢 是哎 增加了 减少了 它的移动方向 是什么 第三呢 就是移动呢 如何改变了 这个均衡价格啊 还有均衡数量 那首先呢 我们举两个 这个文字上的例子啊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图表分析的例子 这是我的同学 Planty举的例子啊 他说这打车轰 打车软件 公司发红包 每个人都发十块钱 司机 哎 发十块钱 这顾客呢 发十块钱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发现这个供给和需求呢 同时呢 都增加了 需求为什么增加呢 大家一看 哎 打一次车便宜了十块钱 很多以前觉得贵的人 他也去打车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打车的这个需求呢 就增加了 那对于司机来说呢 他以前挣了钱 他觉得很少 他觉得这时候不知道 我要吃饭 我不愿意干活 那突然发现 这个时候接活 哎 接一个多十块钱 接一个多十块钱 那这种情况下 哎 司机呢 宁愿不吃饭了 我也要去接活 哎 他这个供给呢 也增加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最后发现 哎 这个打车的数量呢 肯定也增加了 第二个呢 是我的同学小斌 提出的例子 他说这个猪啊 有一个时期 他这个猪在蓝领量呢 少了 也就是说这个猪少了 猪少了之后呢 你想猪和猪肉的关系 就是你把猪杀了 是吧 把他身上的肉取下来 拿来卖 就是猪肉对吧 所以呢 就说如果猪少了 可能是病死了 或者说大家把他杀了 这种情况下 猪的存量量少了 会有 对猪肉供给的影响 也就是说呢 哎 原来的猪很多 现在的猪少了 他供给呢 应该在同一个价格下呢 哎 变少了 那这个时候猪肉的价格 怎么办呢 大家会觉得 哎 如果需求不变 供给变少的话 这个猪肉的价格呢 应该 哎 上涨 但如果这个时候 正好改成一件事的话 大家就发现 这个价格可能判断了 什么事呢 在现实当中 就是改成了八项规定 也就是 哎 国家说了 我们要抓这个 吃饭的问题 大家呢 吃饭不能浪费 不能那个胡吃还喝 要抓这个事情 结果我们看 这个时候呢 虽然猪的数量少了 哎 猪的猪肉的供给也减少 但同时需求也减少了 啊 大家以前吃饭的 现在都不吃了 对吧 以前浪费的 现在不浪费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 总的来说 这个猪最后的猪肉消费量 哎 也减少了 这个呢 是猪的例子 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啊 就是这个 我们要分清 这个到底是线在动的 还是这个 沿着这个线移动 有的时候是线动了之后呢 价格调整 哎 会使得这个量呢 变化 这个我们呢 是要注意区分一下 下面呢 我们来举个这个 用曲线 来来举一个例子 这次呢 我们来举一个 空气净化器的例子 这个是在最近两年 特别新潮啊 这个以前大家需求一般 但是呢 突然出现了一个现象 叫做雾霾 这个雾霾呢 改变了这个 空气净化器这个市场 首先我们看 一开始的时候呢 没有雾霾 大家呢 对他的需求呢 可能是在这里 有一些医院啊 什么的 可能他需要空气净化器 需求呢 不多 但突然呢 雾霾了之后 大家纷纷去买空气净化器 哎 整个这个需求 就被扩大了 扩大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价格呢 哎 也上涨了 同时呢 大家纷纷去产 这个空气净化器 哎 数量呢 也增加了 但是价格呢 也上涨了 这就是从这个均衡一点 哎 变成了这个均衡二点 雾霾后增加的需求呢 使得这个需求曲线移动 然后呢 价格呢 沿着这个 价格和数量 沿着这个供给的曲线移动 从这里绑到了这里 后来呢 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厂商 哎 他呢 杀入了这个 呃 净化器的这个市场 我就不说哪家了 大家都知道 他呢 可能采取了一些新技术 使得在同样的价格下 这个 空气净化器 他的供给 哎 增加了 新技术嘛 对吧 所以他产了很多新的那个空气净化器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 大家还是处于没有买的情况 哎 去 这个供给增加的话 会使得 大家觉得 哎 挺便宜的 那呢 我会买的更多 但同时我们可以看这个价格呢 也会随着这个 这个 怎么说 这个供给曲线的变化呢 他呢 也下降了 也就是说 价格降低之后呢 哎 大家买的也多 总的来说 他这个量增加了 价格下降了 这就是供给曲线右移啊 供给增加 哎 这么一个情况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两者叠加起来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 首先呢 就是雾霾前 哎 大家呢 是在这么一个位置 两个虚线相较 那雾霾后呢 我们说这个供给曲线的移动了 到了这个位置 之后呢 这个 哎 需求曲线移动了之后呢 到达了这个位置 然后可能又出现了 同时出现了新技术的话呢 哎 供给曲线最后到了这个实线 哎 最后是两个实线渐调 那么供给呢 增加 需求增加 其实价格呢 很可能是不确定的 但我们比较确定的呢 是这个数量呢 会增加 也就是说 从这个位置哈 跑到了这个位置 这个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分析 这供给和需求啊 会对市场价格和数量产生什么影响 是这么一种分析的方式 也就是呢 大概我们这个第一讲啊 这个2.1 供给和需求的市场力量 这部分呢 要讲的问题呢 基本就汇集在这张图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